施利夫 我们的风车镇 什么时候被炸的呀 老大 我也不知道啊 自从从钻石大陆回来 我们的风车镇 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不光是菜地 还有我们的房子 都被炸了 我也不知道 是谁干的呀 施利夫 会不会是熊孩子呀 老大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是证明熊孩子干的呀 而且我们村长办公室的 藏宝室 已经被盗了 什么 藏宝室也被盗了 老大 是的 里面的宝贝 一个都没了 什么 这宝贝 一个都没了 我的紫金扇 我的便衣钻石 我的紫金石 这该死的熊孩子 太过分了吧 施利夫 这个熊孩子 也太嚣张了 偷了我们的宝贝 也又算了 还炸了我们的风车镇 不行 我要去找低哥 喂 低哥吗 请你帮个忙 最近熊孩子 实在是太猖狂了 他竟然 偷了我的东西 呆呆 你就放心吧 这个熊孩子 敢偷你的东西 我已经派了 两名拆业队员过去 安排一下熊孩子 好嘞 非常感谢低哥 施利夫 走 我们去找熊孩子 把他的家 给拆了 今天辛苦你们两位了 那边就是熊孩子的房子了 你们把他的房子 给拆了吧 谢谢你们两位 把熊孩子的家 拆的真是专业 哇塞 这说拆家 就拆家 箱子 床 工作台 熔炉 都留着呢 这拆天队 可以啊 老大 你可别说嘛 这拆天队 还是挺专业的嘛 施利夫啊 这下熊孩子 恐怕无家可归了 走